有欄寫話,聖誕蕩蕩期愛幼同志坐幼 煲團湧躍 雖然團費平均上升一成 但煲團人數仍然有一至兩成的升幅 有人更捨得花十幾萬的團費包團 你例上報答 聖誕是旅遊旺季 機場離境大堂有不少愛幼居民等待入閘 乘坐飛機到外地旅遊 今年多賺點錢去貴點地方 多賺點 這樣吧 預算又越多 多多少 多三個 有旅行社負責人說 今年聖誕蕩期愛幼報團湧躍 很多市民早在十一月初就來報名 當中報團和自由行的市民也有上升 他說經濟好 市民也不介意花多點錢 吃好點 住好點 報較高級的旅行團 消費模式是好了 消費意欲是高了 而我們一路做 行程做的行程出來 就是高級一點的 是比較多人接受的 最好它可以幾個人去包團 全部包了 一個人七百萬 十多萬都可以 他說從澳門往日本大阪的直航航班 加開至三班 和過往幾年相比 今年也最多市民報團去日本 其次是台灣和泰國 他預期 接下來的農曆新年檔期 報團情況同樣湧躍 我聘用這個 又是很多人 但是沒有搜尋 會倒到 每天都都要 那種未知 最多的梅